这两天NBA的交易讯息真的太令人窒息了 首先 菲尼克斯太阳与布鲁克林的篮网 打成了一笔重磅的交易 首先 菲尼克斯太阳与布鲁克林的篮网 打成了一笔重磅的交易 太阳队付出米卡尔 布里奇斯 卡梅隆 耶翰逊 杰克劳德 以及四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 包括23 25 27 29年和2028年的选秀互换权 从篮网队交易得到当家球星凯文杜兰特 以及前锋TJ沃伦 太阳队一直以来就是对杜兰特青睐有加 去年修赛7就曾经追逐过杜兰特 可惜最后杜兰特选择了留队 就在前不久欧文立队后 太阳就表示会追逐杜兰特 而且不惜付出艾顿 布里奇斯等球队的年轻潜力球员 如今这笔交易一旦达成 太阳队将组成保罗加布克加杜兰特加艾顿的恐怖组合 那The Athletic也对交易进行了评价 太阳得到了杜兰特和沃伦平分是A- 健康的杜兰特仍然是MVP的水准 那就是说即便是他已经34岁 但他打球的时候看起来确实不像是一个34岁的人 当他想得分的时候也没有人能真正阻止他得分 唯一值得担忧的只有杜兰特现在的健康状态 杜兰特和布克的得分组合足以令对手感到恐惧 人们或许会担心保罗的状态以及他效率 但是大家要知道保罗可是欲强则强的光环型英雄 那即便他比以前慢一些 但有了杜兰特和布克 他的工作也会变得轻松许多 那唯一阻止太阳获得A加评分的是 杜兰特近期的健康问题 以及太阳队的轮换会因此缩短 但老师说太阳队的风险在交易之后依旧不错 沃伦受伤之前本身就是准全明星的水准 那本赛季布克受伤前也打出了一段MVP级的表演 那现在刚刚付出看起来状态不错 但和过去的太阳不同 现在这支球队已经背负了更大的赌注和期待值 布克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他正在成长为完美球员的路上 The Athletic认为篮网重建也收获了大量的回报 评分是必解 篮网连续送走欧文和杜兰特 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未来 他们得到尽可能多的选秀签回报 来弥补当年得到哈登时的损失 那布里奇斯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球员 他是NBA最好的侧翼之一 攻守兼备 那约翰逊是NBA最好的射手之一 太阳之前非常信任他 甚至愿意为他放弃克劳德 而克劳德是一名出色3D侧翼 可以防守多个位置 蓝网可能会用克劳德进行后续的交易 当然实话实说 最喜欢这笔交易的可能是火箭 因为我蓝网未来几年的选秀签 都掌握在火箭手中 蓝网预期成绩下降 对于火箭来说实在是太棒了 目前火箭拥有蓝网2023年的手轮签互冠权 2024年手轮签 2025年手轮签互冠权 2026年的手轮签 以及27年的手轮签互冠权 那除此之外 近期可能还会有一笔大交易发生 GN杯记者Shames报道有消息透露 胡人 爵士和森林郎 正在探讨一笔三方交易 这笔交易的内容为拉塞尔重回胡人 康里被送至森林郎 胡人将威绍和手轮签送到爵士 那有消息透露 如果威绍被交易之爵士 预计会被买断 那此外 目前爵士阵中的风险球员 马里克比斯利和加里德范德比尔特的名字 也在这次交易中被提及 据沃神补充报道 胡人和爵士都已经给出价码 这笔交易能否达成取决于森林郎对拉塞尔的价值评估 此外 森林郎也在与其他球队商讨有关拉塞尔的交易 而森林郎之所以想得到康利 是希望这名老将空位可以激活戈贝尔的状态 随后美媒今日美国对这笔三方交易进行了一个评级 胡人的评分为逼加 拉塞尔是个优秀的空位 胡人需要这样的后卫 他可以拉开空间 他接球投三分的命中率达到了39% 不过他的防守是个隐患 比斯利也是很好的补充 本赛季长均命中3.1个三分球 生涯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38% 胡人队成功的避免将未来的选球前全部抵押 但是美媒表示 胡人这三个人都不算真正的球星 而当勒布朗詹姆斯时代结束后 胡人的未来依旧不太乐观 在这个交易发生之前 恐怕没有任何人相信 胡人在只送出一个手轮签的情况下 就既处理了威少还完成了步枪 所以完成这个手轮签还加了一到四的保护 那哪怕到时候胡人面临重建 成绩稀赖 也不会出现选到了天才新秀 而不得不把他送给爵士的情况 而我们认为这笔交易起码已能平到A级 因为这笔交易补强的人员 对于如今的胡人来说真的太好用了 胡人队得到了安吉洛拉塞尔 三分命中率处第七的大炮 马利克比斯利 还有2米06年仅23岁的魔鬼精肉人 范德比尔特 范德比尔特这位能够包办封线 三个位置的年轻前锋 从上赛季开始就是联盟顶尖防守人 他和贝弗利的存在 是森林郎能够杀入旧赛 同时和灰熊达到难减难分的隐形功臣 可以说他撑起了森林郎的防守 2米06的他拥有更强的运动力和中阶技巧 甚至还有一手32.5%的三分球 而且在浓眉下场时 他的护框能力可以让他直接站在小球中锋的位置 提升胡人的攻防质量 那如果说浓眉的到来演唱了詹姆斯的巅峰期 并且在19-20赛季就拿下一贯 那么范德比尔特的到来则减轻了农眉的压力 同时延长了他运动寿命和巅峰期 而马里克比斯利则是本赛季常规赛 三分命中出第七T5第一的大炮 他的到来让赛姆斯的身边真正的有了一门外线的中拘 拉塞尔这位从胡人出道的榜眼 虽然组织能力一般吧 防守容易被突破 但他最大的绝活就是发动挡拆的效率和三分投射 而两者恰巧是能跟农眉和詹姆斯在进攻端展示不错的呼应 那甚至不排除他带队成为二阵核心与贝弗力搭配 重现上赛季森林郎后场的情景 现在胡人送出了受保护的2027年首轮 以及几乎打不上球的托斯卡诺安德森和琼斯 简直血赚 之所以只给胡人A而不是A加 那就是因为这笔交易来的太晚了 如今25胜30负的胡人只剩下两个月 27场比赛去磨合 那这可能是他们交易后最大最大的问题 那到了森林郎 今日美国给森林郎的评价是必减 他们认为康莉非常适合森林郎 他三分球命中率有36% 而且有很高的助攻数比 他能更好的组织进攻 但个子还小 可能成为森林郎外线的防守问题 另外他本赛季的投篮命中率真的不高 但他是森林郎需要的后卫 此前报道称森林郎换了他 是为了激活戈贝尔 然而在爵士有过合作 而我们给森林郎评蔽加 因为安吉洛拉塞尔本赛季的合同即将到期 而且他三脚猫组织功夫 根本无法串起戈贝尔糖色的双卡 那其实森林郎早就有意思把他换了 而麦克康莉作为联盟中 经过考验的老后卫 三分组织得力的同时 还有和戈贝尔同在爵士效力三年的经历 所以戈贝尔非常适合他 送出合同只剩下几个月的拉塞尔 不仅换来了康莉 还有本赛季在爵士打得不错的 分位亚历山大沃克 甚至负责了三个次轮签 其实最有争议的是爵士 今日美国给爵士的评价是A 他们表示爵士终于不要开始白烂了 凡德比尔特和康莉 成为他们甩出的两个重要的筹码 爵士换来威少之后 几乎肯定会买断他 那即便不这么做 威少也不是球队未来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爵士正在努力为未来打下基础 他们未来7年拥有15个手轮签 金甲空间是6000万 安吉依然做出了对球队最好的决定 但我们认为爵士的评价应该是C加 那这笔交易中 游他爵士是吃了亏的 他们送走了比斯利 康莉 范德比尔特 亚历山大 四位本赛级表现相当不错的球员 那只得到了 必定会被裁掉的威少 以及胡人打都打不上球的 安德森和琼斯 以及他们心心念念的胡人 2027年手轮 毕业这个手轮还加了一个 一直四顺位的保护条款 那即便胡人在那一年 抽到前四的手轮签 就不需要给爵士 那这就断了爵士拿到顶级天赋的想法 那早在去年年 修在期 胡人与爵士交易的核心 其实就是2729年的手轮签 那安吉坚信 胡人到时候战机欠加 那这两个签 都会成为相当高的顺位 那这就比勇士 熊路开尔特人手上的 25顺位开外的手轮签 要值钱多 那因此 就是在所有与胡人的谈判中 都必须要这两个签 但是最终 在佩林卡 哪怕球队输入球 也不服软的 强硬的谈判态度下 这次安吉坚了 那可以说 这次算得上是佩林卡 在胡人最高光最高光的时刻 也说不一定 那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